Think Junior 作为父母,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毫无疑问,有时为人父母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 面对养育幼儿的诸多要求和挑战,很难不感到压力、疲倦和焦虑 因此,作为父母,找到管理自己情绪的方法,以便在孩子压力大的时候冷静地回应而不是对孩子做出反应 这可能是一项有用的技能 在这里,我们将探讨如何找到管理情绪的方法来帮助您和您的孩子度过那些紧张和挑战的时刻 应对压力 考虑一下您的孩子无视您的指示的那一刻 有时,在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当您周围都是您担心可能会评判您作为父母的能力的人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压力 当我们感到压力时,我们的肌肉会紧张,我们挑战无意思维模式的能力也会下降 结果,我们感到恐慌和焦虑 因此,找到管理压力的方法可能会有所帮助 压力的交易模型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可以帮助您平衡对您的要求和管理能力 第一步是初步评估,确定压力的来源,及命名挑战 下一步是二次评估,列出可供我们响应的资源 长期,诚实地审视您已经掌握的技能、态度和方法,以及您可用的资源 这使您可以确定需要更改的内容,以便您的资源满足挑战级别 您如何解决您和您孩子生活中的压力源? 您如何找到减少挑战的方法? 还是您可以召集更多资源和支持来迎接挑战? 通过以这种方式控制压力,您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反应 避免完美主义的危险 当我们感到压力时,很难现实地评估我们与孩子互动的方式是否足够好 完美主义的态度可能会助长这种情况 因此,更好地了解足够好对您的家庭意味着什么会有所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持有任何不合理的信念和思维模式,请花时间反思 例如,您是否告诉自己永远不要对孩子感到生气或沮丧? 质疑这种信念是现实的还是仅仅是完美主义的产物? 了解足够好对您和您的家人意味着什么,可以让您在感到压力和情绪化时练习自我善待 保持呼吸 呼吸是我们的基本支持系统 在压力和困难时期,专注于呼吸可以恢复内在能力和平静感,帮助您保持规律和脚踏实地 您可以练习多种呼吸练习 对于许多人来说,只需通过鼻子缓慢而长地呼吸五次就足以让他们平静片刻 有意识的呼吸可以帮助您花时间来管理您的情绪,并使您的身体从战斗和逃跑反应中转移到更平静的状态 总而言之,这些技巧都是您作为父母在压力大的时刻支持自己的所有方式 好消息是,您不仅会从中受益,还会为您的孩子树立一个情绪调节的榜样,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情绪健康来激励和支持他们 冷静的父母更容易生出冷静的孩子 现在,一些重要的要点 第一,作为年幼孩子的父母可能会有压力 二,应对压力,避免追求完美的态度,以及使用平静的呼吸技巧,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支持自己情绪健康的方式 三,情绪调节水平高的父母在压力大时更能冷静地应对孩子,而不是在压力大的情况下做出反应 不要忘记喜欢视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希望你喜欢视频